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飛彈連環初擊 在天空跨下多道軌跡 巴勒斯坦解放組織哈馬斯 十二號對以色列南境 短短二十四小時 狂空三百七十枚火箭 為了就是報復 前一晚以色列的致命夜襲 造成哈馬斯七名軍人葬命 以色列不甘示弱 加碼對加薩境內的 七十個軍事目標發動空襲 加上多處陷入火海 死燒人數已經突破五十人 也寫下二零一四年以來 加上地區最大衝突 現在的情況是 哈馬斯和其他軍事公司 從加薩境內 已經在以色列中 撞了四百萬飛彈和飛彈 在以色列中 射擊以色列中 儘管哈馬斯炮火連連 但以色列鐵窮防空系統 發揮效用 將敵軍飛彈各個擊破 直至目前罹難人數全是巴勒斯坦人 以色列空襲 更將當地一間電視台 炸成的廢墟大樓全垮 附近民宅也成了斷源殘壁 以色列挑起雙方衝突 至今沒有提出合理解釋 在雙方互信破滅的情況下 戰火恐怕盡一步失控 讓一般進風情勢再度加溫 在地球上看到